娱乐2直上小麦解说 好看一下波狗杯的比赛 之前我做过三分两个人的一场内战 那我们来看双方的另外一场内战 这边我们看到是玉米在AI上方 下方的话是弹种下方 对弹种在这次WEC的表现 应该说是并不是令人满意 然后也是很多原因 一方面弹种说是 好像说是这个国外选手打的比较少 所以了解度不高 吃亏了 另外一方面原因据说是弹种身体不太好 所以的话这个两方面原因 好吧 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玉米在上方弹种人滞内战 因为波狗杯这个比赛是要求种族是固定的 比如说你暴命人滞 那你就从头到尾是人滞 你暴命受阻 你就只能是受阻 你不能说你暴命一个人滞 你打的是精灵 这个是不行的 在波狗杯比赛里面是不允许的 其实一般的比赛都不会限制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条件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无所谓 你哪怕谁记 我都我都认 只要你自己喜欢 或者说你自认为有这个本事 我是对这方面比较随意的 当某个比赛的组织者或者说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 大法师对大法师 Ai张力图我觉得人组织在里面可能有爆点的几个地方 就是说可能会出现正常的说正常就什么大家大法师加什么山丘出个破法 或大法师加什么出破法 这就不用说了对吧 这种就属于常规情况 出现爆点的情况就是有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大法师比如说前期速炼 然后偷偷到三级 这个点其实是有资本的 买黄皮绿皮绿皮加大法师水人和加大法师和大法师水人是可以把这点练下来 然后到三级 就这样的话一到三级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可以爆点的地方就这了 其实这就是两个大点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点 比如说你打一个什么骷髅说什么的一扔出来 完了完了完了 对吧 基本上比赛就基本上可以那么提前结束了吗 你人家打到一半 别人家一本骷髅说往你家里面丢 你怎么打 眼睛都瞎了好不好 是不是这就这两个点是很容易就是出现以后呢 就造成一个不太平衡的点 那如果说你在练这个点时候被人家抓了也有可能被抓伤 还是要看练剂这个情况 带总这边跟玉米练剂应该说是非常一致双方都是一样 带总派了个福特曼去对方家里面收到 家里面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是很稳健的补雷跟圣塔 这打人阻力战还是这样会比较稳一点 力量之说 加浆水套 这边是攻击转加热 我个人认为攻击转加热会更加的实在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R7人口 一根塔马上先补起来 这个人阻力战我 我个人真的两根塔都不过分 甚至有些时候三根塔凶得很 好 接下来练个两级 大法师这边是先吃两级的经验 这个三级狗中占卜者 一个自立之说 两级 玉米 但我这边练的是门口311 也是两级 再找一个水人点一点 普特曼去继续继续继续侨查 家里面的话 目前来说还在积极的伐木 并没有升级二本科技人阻力战其实在在在在内战的时候 科技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你哪怕有些时候一本可以打你二本可以都是可以的 你科技不用那么急 富特曼可以多一点 在前期甚至你还可以把这个钱用来买雇佣兵 都不用急着升科技科技的话 不用那么急对 当然我不是说不要 不用那么急的意思是待会还是可以要 好的二本科技一升 弹总这边玉米两个 哎还很近一下 你也升我也升 但是练节路线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们看到弹总这边是练了门口练这个533 水人这边m主大家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细节 水人就是m主 你如果不m主的话很容易被进化的 然后这个玉米呢跑到了这个点上面练这个国务兵营地 双方的练机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买了绿皮来输出这个龙 黄皮其实也可以买没人口不计是我猜的有人口啊 没钱啊没钱 黄皮买了就黄皮还是有必要买 大法是这边再练一组这个533到三级 然后玉米这边大法是直接把这个大姐给练掉以后再加一个 哎阿里亚之敌 那是升到三级 然后玉米这边练机就更加的舒服了 升到了三级 而这个弹总这边的话就可能也是到三对吧 但是哎这边进化了一下这个水人虎逼进化一下这个水人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难练的 那玉米这边有黄绿皮的一个支撑 但总这局有点心 我觉得有点虚啊 福特曼看到的大法是升到三级 有一个阿里亚之敌 但总这边福特曼只有四个有点少 顶盾在研究 玉米这边大部队 我觉得先可以把这根塔给戳了 这个塔其实不太好修 水人一招两级的 有点可怕 家里面补两根圣塔 这人竹内战圣塔多一点好 不怕人家换家 带总这边升级的点盾 点盾的话待会不太怕人家穿尺的输出 哎 其实玉米我刚刚真觉得他有机会偷这根塔的 带总这边目前是打不过对方 点盾也好的话可以给他将一将的 好的绿皮注意拉扯 哎民兵拉出来杀你农民 哎一个农民死掉 注意拉扯对方后面拉不急 哎呦这个绿皮是对方首选攻击对象 加一下血缘 玉米两个水人可以反扑一下 打他吗 就绿皮我就直接往家里面拉就可以了 大瓦斯你不要上来 你绿皮往后面拉 对然后的话对方农民是已经先回家了 先可以上农民 点队研究好顶起来 两根 两根半 玉米这边随着随着准备三根塔 来嘛 三根塔一来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的啊 好的两个水人 这两个水人面对对方 顶多福特麦有点稍微有点无语 顶多福特麦真的是很很可怕 这打不动他 玉米似乎好像又往上走了一掐 然后加密奥本科技完成本足的山丘 也是山丘 山丘对山丘 感觉好少见的样子 因为之前 看来都是没有出山丘 比较少见真的是比较少见 好的 福特麦这个福特麦被A了一轮 大法师普通攻击火球一个 再一个A不出来 弹总这边大法车都跑到上方来 水人这边顶一下输出 进化一下 这个百分百倍进化的 你没有任何单位 这个哥们就极可能的 好 那这样的话另外一个水人就可以顶一下 要不要买点雇佣兵 买点雇佣兵 我觉得没人口卖雇佣兵好吧 没人口卖雇佣兵也是一般鼓逼的一个事情 马上应该就有人口了 这个民房应该是修好了以后可以买 买买一下工兵工兵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买 玉米这边是过来抓了 哎呀 这次应该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边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这没有买没有 哎 大法师过来看到这边一个水 招一个水人出来抢这个点 大法师你怎么办怎么办 我人多力量大 福特麦全无过来 这边山丘过来救主 但是我这边先把这龙给抢掉 哎呦 我们看到这边弹总买了黄绿皮 哎 宝物这边一人面罩被玉米给剪掉了 黄皮往后面拉 山丘这边先锤这个绿皮吧 我觉得要不把黄皮给杀掉 锤住这个绿皮玉米的绿皮被打死 这边弹总这个绿皮也在人家被几火攻击 好在山丘在 再锤又带走一个单位 走你一个 锤血多了 哎呦 这这这这也行 这个也行 这个也行 反正就锤血多的 大法师要不敢不敢练这个点 敢不敢 我就问你 好 在后方的话男无女无跟上 然后哎 我们看到弹总这边似乎回过来练 拉民兵直接练矿点了 两个神秘神帝在补男无 男无的驱散也是在研究 优先研究男无的驱散 在电章里面这个点是很关键 怎么感觉这场比赛要变成一场拼破法的比赛 真的是这样 大法师福特曼 然后再换男无女无破法流 是不是这样 在这边是单练一下 练个练个练个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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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绎练绎练 打一个 鞋子 这边没有鞋的 诶 玉米这边同样也是练这个矿点 同样也是 呃 这个单练一下 但是这边弹总练练练效率要更加高一点啊 直接选择去练这个 已经实验室了 练了不要太快 这个点上面掉什么东西好的 死亡之术 哎呀 但是这东西没什么用啊 现在 这东西前期是有用的 现在就已经没什么用了呀 一方面牧师已经有驱散了 对吧 你也不敢乱人 另外一方面 这个大法师要带着骷髅树去对方家里面干点事情 另外一方面玉米的家两个圣塔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但是我想想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 还是先回去吧 想想空间不大 找一个水人出来 呃 派了个水人做了个飞艇去去那边 勾引对方 大部队在人家家门口练机 生个三级三秋险 这个等级是正好到三了 这个爽 这个点真爽 性价比很高 这边玉米三秋是没有到三 同时在这边开一片矿 双方的路线是一样的 都是开矿 其实这本骷髅树现在是很危险的 那个点啊 这个有可能的一波用完被对方等级就就超越了呀 不要轻易的用这个东西 这东西我真觉得对方除非没有难物 否则你真的用出来就是人家经验 收的一声就没了 哎这边我们看到是飞艇投放水人去这边骚扰 这个想法有点可怕了 水人要点塔点农民有点没前途啊 点塔会比较实在 你看这个塔一点一点的血条一戳一戳血就没了 好了好了一根塔 另外一边也是变的直接变一根剑塔 但似乎双方玉米这边并没有想要烧到这边矿点的想法 这边玉米是烧到了一下 哎这个水的这个塔的攻速真是快啊 绕过来 准备直接去地方的矿点那边烧到一下 山丘垂着垂住一个南乌 吃一本书 这里知书家这个东西可以吃 大王师吃了 但我这边矿似乎非常安全 玉米这边是跟他跟着跑了半天发现了 那么不对 有点坏玉米现在是到过来 42人口人口有点低啊 但我这边48人口领先6个人口 好这边先把这根塔给点掉 所以的话就刚刚水能点掉一根塔 你看这事情就简单多了嘛 两根塔就不好点了嘛 点掉一个人家还有一个 现在是一根塔点点完了就没了 顶对一顶 不得卖是在那边乱砍对方的这个农民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玉米的部队是1234个南乌 把水人先肯定去删掉这没问题 我们看了一下这边一个绿皮好像这边是只有一个黄皮 黄皮鞋现在就没什么用了 因为水人已经是用牧师可以取散 你黄皮还靠你黄皮 你黄皮的男人比得过我牧师 好打掉你这个牧师双方进行雷波交换 52人口 39人口玉米这边需要的是一次 不快速的把兵给爆出来 现在矿已经开好了 同时要补跟塔 我觉得有必要补跟塔因为 弹种这边肯定会抢压 你要是一根塔的不补 这个待会人家可以往前正面跟你拼操作 然后这一个伏特曼两个伏特曼在跟边砍农民你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 以前对吧 亡灵打人族 或者亡灵打兽族 经常会出现亡灵这边正面跟你打小果这些后方突袭 这边弹总是用了水人去那边突袭 因为现在水人正面出来 基本上就是啪啪啪一把驱散就带走 所以的话水人首先在后方去点对方的这个农民是非常实在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复特曼会也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 因为复特曼的攻击类型是打这个农民是有优势的 这个水人要被人家驱了 啪啪啪驱散一下 注意拉扯驱散的时候呢 对方拉扯对方的牧师有可能就驱散不到 因为他这个没法点点他只能点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位置 好的现在是直接AGD有点稍微过分吧 后方的话是补破法 然后玉米这边目前来说我看一下似乎还没有破法玉米这边这个破法什么时候能补上 再出了但是目前来说出不来 因为现在弹总是全面压制这边玉米 弹总这边优势会比较明显48人口 这边是64人口已经领先了近15个人口 然后这边5只大法师是3级的山丘 这一门骷髅树的一直是放在手里面看的 读书用的 诶大法师这边只有3级啊 差有点大呀我靠 一个5级一个只有3级这个就属于已经完完全全的优势的领先啊 你这个还两级水人我这么大型水人啊 就为什么差了这么多 取散掉水人 大法师我觉得这边可以招个水人在那边慢慢跟他折腾一下 就招个水人出来点对方的这个农民 三圈也升到四级玉米这局是正面上完全不敌弹总 但是我这边人能不能上操作这么糊 有点让我感觉不太适应啊 对不对 又拉出去住民兵这老拉民兵家里面也已经是掏工了没什么农民了 好的现在我们看三丘在那边最前面顶住一个敲铁板敲下去敲中了这边农民农民成为我的一笔经验 然后这边又来一些破法破法越来越多了 三丘往后面钻一下还有一个敲铁板 不要上来我还有敲铁板 你们不要来再来来我敲铁板了你们别来冷静点 虚散掉水仁啊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的确这个水仁就在那边看着干干坏事了嘛 所以今天把这农民给全典残 然后待会过来补刀 哎这水仁真的是要防止一下这三级大水仁还是有点可怕 好在这边弹总是直接把破法A到人家家里面 直接打法师你看这四个破法一直在打法师的蓝已经被抽干了 现在我们看到后方来了两些单位的话弹总完全可以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强碍基地了真的真的可以强碍基地啊 你能怎么办你都没修你能修得住啊强碍基地完全可以山丘锤子锤子山丘 玉米山丘没有保分到9后面抓一个效力板直接打死这边山丘一个锤子加一个地板直接两连接 配合破法一轮输出带走对方的这个阻力的山丘 然后我们看到玉米这边这个矿虽然有了两个电脑但这个主地直接爆到对方输出上面直接打你基地 对这样的话这边玉米54人口这边弹总已经得到了78人口领先了20多人口完了这个已经是优势非常大了 现在玉米这边死守这片矿但是守不住啊对方我觉得就弹总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考虑直接A基地了强A基地不管乱七八糟 事情A包你基地在说哎弹总这边选择去主基地了吗 好像换个路线了什么情况 打炸的不打了这这这什么情况50人口当这边弹总的矿是开的非常舒服玉米根本没有时间去烧的破法这边攻防是没有攻防零攻零防哎已经研究一攻了 其实人口数量到了一定点上面以后就真的可以考虑研究这个工坊这样的话提升部队的一个质量质量不单单是要数量还要质量好破法真的是多啊开始拆这个鸡坛 只要鸡坛打掉的话玉米就基本上很难打了因为出来这个山丘正面始终很难打水人你看规模对吧上次我说这个是姚明这个是寒寒很多人都看听不懂笑话对吧这三个人拍照片一个姚明一个锅具一个一个一个寒寒 反正另外一个肯定就看不见了吧对不对真是有就多他里面有个笑话叫周宝龙都不能过河道大家知道吧不能够河道这个笑话有点意思好的龙哥龙弟弟不能过河道对吧 拉出鸡坡全境出击但是弹总表示两线夹击又怎么样双前敌你四手 全打正光西 真的感觉是全打正光西的感觉了现在完全无视这边玉米的部队存在啊 大大法子等级差了怎么这么多一个5G个就是真的有点有点稍微离谱好吧这样的话弹总这波是操作活活式战胜对吧5G的山丘 锤子要给了吗没锤被抽了什么真的是山丘也是去大保健了被抽被抽干了锤子锤子作想杀人家山丘 有点想多了围围住这个山丘哎真围住骷髅书扔出来这这玩意儿我觉得玉米这边来个秒曲了 毕亚一把去你们说这东西没什么用吧反打你大法子你TP不TP你TP了你还没想上我 大王太脆了人家5G山丘好歹一切200点血打出吉吉 不过我们试试证明这个骷髅树在人猪力战一旦到他牧师驱散以后基本没什么用 玉米这边一把驱散就把骷髅树给给废掉了 所以这个这点是肯定的啊 好这也是恭喜弹总拿下本场比赛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小万